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继上一集呢跟大家聊的是 我后悔装潢没有注意到三件事呢 之后呢这一集又来跟大家聊的是 关于老房的三个我无法解决的问题 老房呢其实是我一开始在买房子的时候就锁定的目标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好 然后它的公设比低 而且我自己也会想要很自由自在的改变我的装潢跟格局 所以我一开始在买房子的时候就觉得老房是我的首选 但是其实我也知道老房一定有老房的缺点 所以呢在住了一年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一年我住的老房它出现了哪些问题 以及哪些我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我要与它共处的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公共空间的老旧 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因为从老房子的外观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老旧 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记得还是设计师跟我说 诶要麻烦赵小姐来看一下 这个窗边的瓷砖已经有点脱落 然后有斑驳的部分 其实就是那老房呢 它经过了三十几年的风吹雨打 尤其是从外面看起来 整个大楼的样子 就是没有新大楼那样看起来这么的稀滑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会想要买新房的有一个很大占比的原因 是因为他希望他还没进家门远远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房子是那种很新 然后非常的豪华富丽堂皇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我这一块呢是觉得我不会这么在意 我要跟大家聊的是公共区域的老旧 比如说大厅或者是电梯 电梯的年限也会比较久一点 然后呢就要时常的关注他的使用状况 以及有没有定时来做维修 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些楼梯间呢 如果今天你的这一栋大楼的住户 其实他们都住了二三十年以上的话 大家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 比如说可能楼梯间可能会堆东西 或者是一些公共区域的设施没有这么完善 我们自己这栋大楼好了 我们的管理室没有管理员 但是也是经过这一栋大楼的大家的同意 然后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呢 不是一个你的新住户住进来之后就可以改变的事情 那通常这时候你住进这种非常有年纪的大楼 包括这一整栋大楼 他们不成文的一些文化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什么了 就像我之前还开玩笑说 啊这些问题我最后来选主耶 然后来做改善 可是其实真的住进来以后 你慢慢慢慢就习惯这些 你就已经有点眼不见为近了 当然我觉得如果今天是那种 楼梯间的屯雾太多 已经严重影响到安全逃生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是要非常不可以退让的 看那个火神眼泪就知道 老旧的公寓老旧的大厦 他们都常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选择买老房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可以走走他们的公共区域 像我当初在买的时候 每一层我其实都走过逛过 其实也就是看看 这栋老建筑物的不成文的文化 对你来说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老房他会有的 大家都知道的问题 就是他的水电管线的老旧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在装潢的时候 装潢前就可以改善的 因为像很多人都说老房的改建 花最大一部分的金额 就是在水电重拉 还有你的格局重新打掉 还有包括你的卫浴重新打掉 跟做防水 水电管线的老旧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必须在买老房之前就知道 而且必须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但尽管我一开始在做装潢的时候 就知道会有这些的问题 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改善 比如说厕所的气味 我觉得这个气味真的不只是 你这一间房间的管线 有做重新全部重拉好了 其实他整栋大楼的一些排水啊 还有他的管线的一些气味 之前就是下班经济学来我们家拍摄的时候 其实比利斯老师他也有就是建议 我的厕所的气味的问题可以怎么样改善 但是我自己可能因为时间一忙 也就没有去做改进 然后现在又是疫情的关系 我也没有办法再请工人或水电师傅来家里面做整修 所以我就觉得时间一拖再拖 好像这件事情也就是拖了一年多了 这个气味呢不只是厕所 这个气味还有包括我觉得很神奇的件事情就是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一家烤肉万家乡吗 只要中午12点跟晚上6点的时候 我们家的厨房那一区啊 其实就会有一点点隔壁或者是邻居炒菜的味道 是很香啦其实是蛮香的 但是你就会觉得嗯那就是油烟味啊 然后呢其实这个这个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拿去改善的 这个是相关了我这整间的格局跟邻居他们的厨房的格局 是不是可能管线是跟我的是共用一个管线 或者是我的臭油烟机是不是会有味道跑进来 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难 而且我要住进来以后我才可以感受得到 当然这个气味久了以后我也就变得习惯了 定时12点阿姨的香气飘进来之后 我就会到我的厨房的臭油烟机打开 然后就吸一阵子其实就没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我家已经有做改善 但是我还是提出来提醒大家一下 第一个是电压的问题 前阵子不是很常停电吗 然后我们家就算不是CD组 但是也是停电了 那那个时候呢台电公司有请师傅过来看 然后他就说电线已经老旧的关系 所以呢他就跳电了 所以好像之后要重新换 但是当他重新修复之前 我们家是一整栋唯一一间先来电的 邻居们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家的 他就跳电一下下以后马上要接通了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是 因为设计师在一开始就有先算电箱的负载量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你可能会使用烤箱 会使用微波炉 会使用电锅 像我就有酒柜 然后我还有洗碗机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设计师特别有跟我说 他有去跟台电申请 我要加大我的电箱的负载量 这个东西加大的话其实就蛮符合现代人的 现代的新的电器用品的使用电量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大家可以多注意的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旧大楼他们通常水压都会有点不足 我家又住顶楼的话 我有另外再多加了加压马达 不然大家知道吗 有些老旧的大楼 他的水龙头打开来 那个水真的是用滴的耶 真的很可怜 因为我觉得建议大家 你还是要加了加压马达之后 他的水龙头水槽下方 他有两个拴紧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调节水量 你可以不用这么大 但是总好比你想要有水的时候 没有水来的好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提醒给大家的 第三个老房的问题 跟我们这一栋建筑物的 我没有办法习惯的地方呢 一样老样子 就是没有管理员 我不知道我要在这边呼吁多少次 但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我觉得管理员这件事 有可能就是 当你要买公寓 你要买华夏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我们这一栋大楼 也没有专门收垃圾的 回收垃圾的地方 因为通常有些大楼呢 他们可能会是 在某一区 就会集结大家可以放垃圾 然后可能会用管理费 然后去雇请一个人 专门把垃圾送走 当然呢 这些还是有解决的方法 我也是有请一个 专门在做我们这一区 垃圾回收的人 然后来帮助我这件事情 管理员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无解 但是我很希望 如果有一天 我的下一间房子 我一定会找一个 真的有管理员 然后有人帮我收发包裹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样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接下来就讲一个部分了 我觉得优点的话呢 应该就是 以一个你要买房子的切入点来看呢 当然老房它的价格就会比较低一点 然后公社比比较低 所以呢 你可以实际使用的食品比较多 那当然大家都希望你买到的坪数 就是你真正使用的坪数嘛 然后管理费也比较低 我觉得这是优点 再一个呢 我觉得这是比较心灵层面的东西 因为老房呢 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 我住进来一年多 我有种一直在跟他相处的感觉 这点有点悬 老房就老房可爱的地方 这是之前我有跟大家聊过的 设计师有说 新装房的房子第一年一定会有一些 因为地震的 些微的震动会有裂痕的地方 然后我们家呢 也是开始慢慢出现 有些地方会有些裂痕 有些地方裂痕也很大哦 但那个裂痕是不会危及安全的裂痕 你就会觉得 嗯 这才有人住的样子 然后呢 还有我刚刚说的气味的问题 包括你的邻居煮菜 说你可以闻到他们隔壁的菜香味 因为我从小 我小时候 我们家自己住在公寓 然后还有我自己跟我爷爷奶奶住 跟我外公外婆住的时候 都是住在眷村 就会有一种回到眷村的感觉 包括我的左右邻居也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 这一栋房子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 所以我住在里面是一直觉得是很舒适的 然后会觉得很实在的 邻居们也都是很和睦很和善 然后也因为可能年纪比较长了 我自己认为啦 那个进出入比较不会这么频繁 晚上可能10点11点就已经不会有人进出了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感觉 那这个是我自己心里的觉得啦 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你今天走在哪里 木地板的声音或者是楼上顶楼的邻居可能他们去交花或是怎么样会有脚步声 你就会觉得感觉到跟这个房子慢慢慢慢的熟悉了起来 跟邻居当然是慢慢慢慢的熟悉了起来 在对于买老房的时候啊 其实可以注意那些我之前跟大家提了三个问题 然后呢也可以去好好去想着 这个老房对你来说它的优点是什么 然后呢它的优点是不是占你最优先考量的那几项 我觉得那就可以下手了 哦对还有一个我要分享给大家的是 我在网上有看到专业的买房经验的分享呢 它是说老房呢通常银行不会带太高的乘数给你 你其实优先选定的可能是捷运旁地点好的地方 对于银行来说那个地价是保值度相对而言比较高的 所以你可能可以带到的乘数会比较高 所以你的自备款就不用这么多 这是一个后继的小分享分享给大家 好那今天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 住了这间38年的房子 这一年以来无法解决了三件事 但是我也觉得它真是一个到目前我是住起来非常舒服 也很期待未来几年中我会持续发现什么 它不同的样貌 就像年纪大的人都会持续出现一些老问题啊 当然也有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你也是住老房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留言告诉我 你住了老房觉得哪些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改善 但是你也觉得又爱又恨的地方 或者是以上我的那些问题 你们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也可以分享给我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